若你愛他,就將他送到紐陽,因為那裏是天堂。 若你愛他,就將他送到紐陽,因為那裏是地獄。 北京人在紐陽,作者曹桂林,課講梁錦輝,責任編輯邱林英。 黃啟明不慎被玻璃碎片戒傷手飯。 為了保住份工,吳聲吳氣繼續洗碗。 到吃中午飯了,大家都出去,他傷口又腫又痛, 自己躲在廚房上,開行水龍頭,就慢慢衝傷口。 這樣做,他好像覺得沒那麼痛。 老闆娘阿春,見他沒有出來,於是就走進廚房看看。 一眼看見他拿水沖傷口,臉部表情痛到衣牙衣齒。 阿春一手扯開他,傻的嗎? 這樣怎麼行呢?快去醫院吧。 哦,不要緊要,不要緊要的,拿水沖一下就沒事的了。 等著我還要做事呢? 你快去醫院吧。 到時這手發了一炎,你賺的錢都不夠看病啊。 阿春不由分數,就推了他出餐館。 外邊,烈日當空,熱頭透過柳和柳之間的空隙,射落王啟明頭殼頂。 他好自然地蒙起雙眼,好像困了很久的監犯,剛剛放出監那樣,不適應那麼燦爛的陽光。 這倒是,日日早出晚季,披升大月,難得見到這樣的陽光和陽光下的柳藥。 他站在地鐵入口,不想那麼快下去,想繞多幾框馬路,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享受一下陽光,觀賞一下柳藥。 來去匆匆的人,在他身邊探身而過。 那些女人,其中二服,為了良爽,穿得有那麼少,得那麼少,差不多摸光珠。 不過這些人引不起他的興趣。 看著街上的繁華景象,他忽然覺得這些與他沒有任何關係。 雖然,雖然人就在這個社會中,只有覺得自身其外。 雖然人就生活在這些人群裏頭,只有沒有人多看他一眼。 他覺得沒有給認同,自己也沒有辦法認同他們。 那些地,國燕打工的那家無醫廠,那個馬老闆正急得好像鴨腦一樣走來走去。 國燕一入辦公室,他就燒炮掌那樣冰冰棒棒。 我叫你搞成品管理啊,你什麼時候管理不好啊? 你看看,那兩箱似似似,那領全部做小了。 明天那些貨再出不了去,對方不給錢,我就為你自問。 國燕緊張到說不出話,眼淚混了,我要你賠,我要你賠, 你一個月的人工都不夠賠一箱貨啊。 國燕真是害怕啊,把聲流出眼淚。 我,我最多是改過了它,不妨你出貨啦。 哼,哼哼哼哼哼哼,算啦,算啦,我怎麼捨得要你賠啊? 你真是很可憐的,馬老闆突然暈後面一下抱著國燕。 不要啊,不要啊。 你不用怕,我會疼你的,你聽我的話。 不,不要,不要。 國燕拼命掙扎, 直至抬開馬老闆雙手 衝出辦公室門口 馬老闆 你放心 我不會耽誤你出貨 回到我家 他滴了兩箱退貨 進到客廳 立刻打開拿出來就改 他一邊改 心一邊想 唉 不如遲了這份工 避開個蜥狼算了 不過 剛剛才搬了新屋 什麼開支都大了 但這份工又不是 唯一找就找到的 只做下去 又怕再被個蜥狼占便宜 那怎麼辦呢 想想下 他的眼就好像斷線珍珠 滴滴 突突流出來 他知道 這件事千萬千萬不讓他起名之道 他這麼硬頸 一定會找馬老闆拼命 搞大了件事就很難收拖 還是息事靈人算了 但是他總是覺得委屈 很難過 情不自禁 又拿起女兒玲玲那張照片來看一下 照片中 女兒天真活潑 他一看 忍不住又哭了 等黃喜明回來的時候 他雙眼哭得又紅又腫 黃喜明一見就問 幹什麼啊 你又哭啊 他剛剛想追問的 一眼見到國燕拿著女兒的照片 他以為國燕是掛著女兒 就沒有再問了 國燕擔高頭 咦 見到丈夫右手被膠布黏住 就嚇了一驚 你這隻手做什麼啊 哦 沒有 沒事 你給我看看 國燕想幫他撕開膠布 怎知道一碰他的手 他又痛得哭哭聲 自己縮也縮不及手 怎麼搞成這樣啊 國燕急著想問 但是喜明沒有說話 躺在沙發上 哭聲不出 那就肉緊到國燕慢地蹲腳 好啊 宴 這次 這次我搞成這樣 要靠你了 喜明想點口煙吃下的 怎知道受傷的右手 發不了力 國燕就急忙 幫他點著口煙 一邊說了 不用閉藝的喜明 我下班帶多些東西回來做 不就補回了 王喜明聽了 不過心就很偽悶 一尾這麼煲煙 妻子已經拼到盡 還要他這樣再拼 又怎麼過意得去呢 國燕知道他這時候想什麼 就特地轉過別的東西來說了 喜明啊 哎呀我差點忘記了 我們的死黨鄧衛基信來了 是嗎 哎呀那你快點拿出來給我看看 好啊 我給你看 那你讀給我聽啊 喜明 黃喜明 黃喜明 也說了 高處 發達 高過屁 發過屁嗎 哼 然後他又讀了 我清楚 現在我們的地位不同了 你們是富有的 幸福的 自由的 至於我和阿珍 還是老樣子 你們的玲玲很可愛 一讀到有關玲玲的 國燕就立刻放下手裡頭的勾針毛衣 定了 聽著了 他時常對別人說 我的爸爸媽媽在美國 他現在特殊化了 成了家中的小皇后 鄰居的小孩都非常羡慕他 他亦十分大方 總拿一些好食的 好玩的分給大家 這一點 讓我想起你們夫妻的為人 不自私 講義氣 我希望 你們繼續發揚北京人的品德 講義氣 不自私 在你們駕車唱遊時 別忘了你的窮兄弟 在你們行得無聊的時候 多少想想你們的知己 羡慕你們的知己 鄧偉 王啟明讀完詢 虎笑了幾聲 鄧偉 是我羡慕你們過的日子 猛人 郭燕聽完詢 他掛著看玲玲的照片 他笑了 笑得這麼開心 深夜了 郭燕一邊修改無意 一邊聽著起零有節奏的避寒聲 他面前放著一大杯人心水 來不中拿起來喝兩口 那些人心是他特地叫媽媽從中國寄來的 他經常跟人家說 這些是我的汽油來的 不經過 窗口仔裡透了些白光下來 街上的汽車聲也漸漸多了 他又勾了一個通宵 他不想吵醒起鳴 輕手輕腳搬了兩大箱改好的毛衣出屋 他回到廠 放好些貨就走到自己的工作台上 他年氣熬了幾個通宵 今早又不得及吃早餐 現在覺得頭很赤 沒辦法 下午就要出貨了 他隨便喝了一杯咖啡頂著肚 又繼續工作了 下午三點 他的貨還未曾包裝好出清 他又覺得肚餓了 望下旁邊又沒有人注意 急手急腳搓了兩顆話梅入嘴 這些口垃圾他自小就吃慣了 但不知為何 今日的話梅一放進口的味道變了 搞得他馬上反青口水 想吐想吐 這陣子老闆又來吹了 四點鐘準時出貨 誰遲了客戶不給貨款 就誰自己看數 確認倒下頭望下自己的商貨 還有三件毛衣未曾移動 他的心一急 那些虛漢就啪啪聲流出來 他咬吃牙關死頂著 那些貨終於全部上了車 這陣子他頭痛胃痛都不是主要的 就說想搭低睡一陣間教 只聽見啪啪的聲 他真是暈倒到打了落地 他覺得天旋地轉 眼前一片漆黑 耳邊聽見公友七嘴八舌 但自己就總是出不了聲 只聽見有些公友說 哎呀他幹什麼 是不是累過頭 有些就說 哎呀我看不像 是餓就真 有些還說 嗯 久情是有了 有些就大聲叫 快啦快快點打911 叫急救車來啦 一聽見這句 郭燕都不知雲哪裡來的力氣 捕了幾個字出來 嗯 我去醫院了 我 我沒有保險 講完 人家再講什麼 他什麼都不知道了 當白獸梅的幾個女工友 送了郭燕回家的時候 王啟明不在家裡 他去了職業介紹所 他覺得要老婆養 總是不安樂 要自己養自己 要找一份好的商園樓的工才可以 職業介紹所在紐約中國城裡頭 說是介紹所 其實不是只有十平方左右的房間仔 一個聖陳的小姐 下巴南包了所有業務 這個陳小姐的確很忙 面前把寫字桌上擺滿各類表格 三部電話輪流的響 房間裡頭逼滿人 都是那些中國人 有些從香港台灣來 還有新加坡 馬來西亞和中國大陸的 各種謊言 尿滿一狗狗 吵得開虛 王啟明迫到過去 對陳小姐就說了 我想找一份工啊 好了 請留下你的電話地址 我會通知你的 我今天就要 哦 你請等一下 讓我看看 陳小姐倒下頭 揭一下表格 先生啊 在長島有份洗碗工 你去吧 洗碗工啊 不對啊 有沒有別的的 有 有份餐館的大位工 去不去啊 王啟明又另下頭 陳小姐放下表格 看著王啟明問 你有什麼特殊技能啊 英語過不過到關 我 我想 我想找一份不用用手的工作啊 啊 那不好意思了 我這裡無能為力 陳小姐好美國化地縮下肩膀 其他來找工的人聽見王啟明的說話 個個都掩著半邊嘴笑 王啟明受不住人家對他這樣 一轉身就噹噹噹聲跑出職業介紹所的門口 他萬無目的地在大街上閒檔 他第一次嘗到那種失業的恐慌 現在 他忽然覺得商院樓那份令他傷心 令他厭煩的洗碗工變得這麼驚鬼 他找到一個街頭電話 按了商院樓的電話號碼 剛好是老闆娘阿春接電話 啊 是黃先生啊 你繼續休息吧 我已經找到一個洗碗工了 你不用掛著上班 王啟明一聽就發了毛了 什麼啊 我沒有說過要辭工了 我知道 不過我要做生意的嘛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這裡一個蘿蔔一個坑 老闆娘啊 那你早點告訴我啊 忙那頭 顧不了了嘛 那 老闆娘啊 我還有點未掃未拿的 好 隨時功效 咳 那邊先吸了電話 為什麼不在路 此處兩個臭錢 黃啟明出力放下電話 叉叉聲就罵了幾句 但是街上的行人直行直過 沒有人理他 他覺得沒有人理他 就更加生氣了 索性拿北京話 就大聲罵多幾句 趙勇是沒有人理他 人人都是匆匆而過 他突然罵到沒有氣了 無可奈何地回回家 一走進門口 咦 見到國燕面色蒼白 額頭上膚著毛巾 已經睡著了 他的工友白獸梅 坐在床邊 服侍著他 黃啟明一見 心都緊緊了 哎呀 出了什麼事啊他 嘶 他疲了頭 暈了啦 黃啟明輕手輕腳 走到床邊 摸一下國燕的額頭 他好像來美國這麼久 現在才有機會這麼仔細 看一下妻子 妻子明顯瘦了 潮碎了 臉色蒼白 眼圈黑黑 黃啟明看一下看一下 忽然十雙零轉身走出屋 他要去哪裏呢 他要去商園樓 就算手發炎到壁 他都要保住那份洗碗工 一路走 他想過 如果阿春還是要炒他的話 到時就當面罵他 罵他不仁不義 或者收齊人工 就出力扔爛他的門才走 或者又 不過無論哪種方案 他都要出一口氣了 這時候 已經是萬家燈火 街上很多店鋪都打仰了 打仰就是商店晚上關門停止營業的意思 黃啟明來遠望見商園樓 那裏還未關門 裏頭燈光火猛 他停下腳 默想了一次 怎樣對付老闆娘 想定了 他才走到商園樓 剛剛想推門進去 咦 見了一幅可怕的景象 隔著玻璃窗 他看見阿春站在收銀機旁邊 整身滴滴震 好像西匡一樣 不斷在收銀機裡拿錢出來 他身邊 有個很大隻的黑人 拿支手槍對著他的頭 黃啟明即時明白女頭出事了 是打劫啊 他馬上立刻縮身躲起來 這種場面 以前只是在電視電影裡見過 想不到今晚真的被他撞正 他有點激動 也有點害怕 走? 不行 救人的正義感驅使他沒有跑開 衝進去? 又不行 多多都不夠死 又或者 炸製扮扮客人 解了遺憲 再建基行事 救老闆娘走 這個時候 他已經不記得老闆娘那些壞事了 正在想辦法的時候 忽然見到一部藍色的警車慢慢開過來 哎呀 一天都光光 他三步並走兩步 衝開馬路 警察 有人打劫啊 就在那裡 他用那些咸咸濕濕的英語大聲叫 兩個警察當然一看就明白他的意思 很敏捷地跳下警車 逼近商院樓餐館 王啟明是第一次見到柳玉的警察執行這樣的公務 他們顯然訓練有數 而且極有經驗 身經百展 因他們舉起手槍 機會是一點聲都沒有 這樣就飆到門口 又好像春雷爆發一樣 踢開電門 拿槍指實那個搶劫的大舊佬 別動 警察 大舊佬當場整個呆了 舉高手 大舊佬開頭好像好聽話那樣 就慢慢舉起手了 怎知舉到半佬突然間想轉身開槍 兩個警察同時開槍 大舊佬應聲倒地 王啟明一個戰步衝到阿春面前 阿春尖叫一聲 遠腳蟹地蹲入王啟明懷中 那些警车一步接一步开来了 闪着闪着的警车灯照到整条街都晾晾晾晾晾 王喜明想抬开阿春揽紧自己的那两只手 但是抬不开 阿春整身滴滴阵反而揽紧得更紧 后来警车开走完了 王喜明帮阿春收拾好餐馆的东西 然后他走到櫃台边就说 老板娘 我是来计算这个月的人工的 为什么呢 都未曾到月底 呃 不过 王喜明望着恢复了真正 正躲低头看着帐簿的阿春 第一次知道女人是世界上最难解开的迷 不是吗 先头还在你怀中惊得嘀嘀真 现在转个变 对你又冷若冰伤 老板娘 呃 你 你是不是请了个新的洗碗工啊 是又怎样呢 明天他会走的嘛 那 那为了谁啊 为了你咯 我 你 你不是要炒我咯 我是想你早点来 结果 你 你不是来了啦 好歹你 你 阿春说了两句温柔点的说话 马上又端回这个老板款了 你回去再休息一天 后天上班啦 哦 哦 对啦 你只手 哦 我只手 没事了 好晒了 好晒了 王启明为了份工 几打都答应住先 阿春说完就没再理他 继续看一部帐簿 好似这里 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